內地疫情的防控專家 今天在香港進行第二日行程 早上到訪了用來檢疫的灣仔帝勝酒店 之後又去到梁顯利油麻地社區檢測中心 和華大基因實驗室等 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就表示 政府很快會有關於通關的好消息公布 預料年底可以成行 他又說香港總商會可以協助核實申請者 是否確實有公司在內地運作 證明有實際的商務需要 相信商會在這個範疇教政府認識更多 而因素方面政府可以自行處理 他表示內地專家來香港之前 雙方一定會有共識 不會什麼都未做就來香港 所以專家團來港視察是好消息 他表示初期配額限制非常合理 每日一千個名額是正常水平 之後可以再加上去 而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電台節目就表示 已經收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秘書處通知 下月他將會到北京參與會議 他表示證明內地防疫部門對香港疫情放心 而近日又有內地專家去香港視察 他認為兩地的免檢通關即將實現 相信是下個月